狗学员大家好 我们进行第七篇的学习 一共包括三章内容 第二是一章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是我们新准则 去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比如说债务重组的定义 我们现在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 不强调债权人做出账路 剩下的账务处理就是 分为债务人和债权人 有人说你这不等于废话没说吗 我们债务人的账务处理简单 债权人要区分什么 以金融资产以非金融资产 那对于债权人来说 不能叫以金融资产以非金融资产 应该说受让金融资产受让非金融资产 我们这里边金融资产在账务处理时是优先的 当然还涉及到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我在这给大家编了几个题 然后第二十二章是我们所说的外币折算 包括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最最核心的一个客观题 就是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用哪个汇率 这是高频的客观题的考点 第二十三章财务报告 很少考我们所说的主观题 一般来说就是以客观题形式为主 但有一年在主观题也就是计算分析题里边 融合了资产和负债流动性进行列报的一些原则 剩下的比如说现金和现金等家务的构成 财务报本项目金额将相互抵消 资产和负债的列报 还有最经常考的现金流量表的结构 三种活动如何进行分类 还有报告分布的认定 关联方关系的认定 关联方几乎是每年都考的客观题 还有关联方的披露 偶尔会在这儿涉及到相应的题目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中期财务报告的编制要求 偶尔会考中期财务报告辅助的编制要求 最后我把一个重述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内容 放在了第二十三章来给大家讲解 这是我第七天要给大家完成的任务 那下边我们就看第二十一章 债务重组 这一章内容是2020年按照新准则改写的 原来的题目几乎已经不再实用 那么在这儿我给大家编了几个题 有的是以前试题改编的 有的是新编的 我们看一下债务重组的定义 记住债务重组不论是时间方式等等 只要跟原来的协议不一致 我们就把它认为是债务重组 我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 我也不强调债权人做出让步 也就是你让步不让步 只要跟原协议不同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债务重组 你是不是发生财务困难 只要跟原协议不同 我也可以把你称之为债务重组 所以我们看这道单选题 相对各项交易和事项中 应当按照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进行会计处理的有 那么向银行出售应收账款 这貌似应该是按照22号准则 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准则 或者说23号准则 我们去进行判断该不该终止确认 它不叫债务重组 第二 因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 债权人豁免其部分债务 那是不是跟原协议不同 这也叫债务重组 第三 以未来应收货款 本金及利息进行资产证券化 这也不叫债务重组 第四 先发商业城的汇票 支付购货款 这是正常的业务 也不叫债务重组 那属于债务重组的只有选项币 我们从定义上来说 债务重组是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 不论是双方自愿的协定 还是法院的强制裁定 只要时间金额方式 只要跟原来的协议不同 重新达成协议 我们就认为是债务重组 那么第二个知识点是 债务人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先别着急读题 你记得不记得 对于我们债务重组 我在今年讲基础班时 我特意给大家说过 先立起了一个模板 然后往里套 只有金融资产特殊一些 那么先不要着急读题 我们往下看 假定不考虑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因素 假公司债务重组 取得存货的入账价值 貌似这不是靠债务人 这是靠债权人 那就简单了 债权人我们永远在立起了一个模板 先给我削掉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或者组合出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没有极特殊情况 它就是你得到的非金融资产的什么入账价值 当然要加上相关税费 好 有了这个 我们往下读题 2020年1月1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进行债务充足 当日假公司应收乙公司账面余额100万 慢点 我是不是可以带应收账款100万 我要拼凑成供应价值 然后他说 以计题坏账准备8万 供应价值90 我就先把这个给他拼凑起来 那么借坏账准备8万 这俩中间的差额92万 是我们口口声声所说的什么价值 正面价值 而公允价值是90 那是不是我应该补一个借差2万 等于这三项拼凑成我们所说的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这个投资收益2万 不就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减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的差额 是借坊2万吗 这是我付出的代价 我就以这个付出的代价90万 作为我得到的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所以这借坊的库存商品一定有一个90万 我先给你写在这 咱们接着把去读题 以公司以一批存货底偿上述账款 该批存货公允价值100万 跟我没关系 我是用我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来寄我得到的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增值税13万 这跟我有关系 站在以公司角度 他往出拿存货 他是肖像税额 我这边是假公司 我得到存货 那我是什么税额 我是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3万 好 我先把这13万写好了 然后他说假公司 为取得库存商品 支付的运杂费为4万 价税费不都应该记住存货成本吗 这带银行存款4万 这一定是要加上4万 本来我付出的代价是90 加上这4万是94 94您这有个进项税额 单独体现 在这是不是要减去对应的进项税额 最后得多少 81 如果您没写错 分路正好是平衡的 你问我的就是取得存货的入账价值 当然是选项B 81 只要你把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这个模板给他组出来 剩下的内容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再看一道多选题 甲丁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因素的影响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这里边既提到假公司 也提到乙公司 既有债权人 也有债务人 一定要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看这道题 2020年5月1日 假公司因销售产品而应收乙公司的销货款3000万 应收账款是3000万 假公司将该应收款项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不就是应收账款吗 乙公司将该应付账款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不就是应付账款吗 2020年9月1日 因该应收款项已经逾期 双方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乙公司以一项生产设备抵偿上述债务 原值2500 以提折旧200 这是谁的设备 乙公司的 乙公司是债务人 啥都不说 我先把乙公司的固定资产给他进行清理 待固定资产原值2500 借累计折旧200 倒挤出固定资产清理 账面价值是2300 这是乙公司债务人 往下看 甲公司该项应付账款在重组日的公允价值是2900 然后甲公司已经对该债权计提坏账准备30 甲公司为该项固定资产支付运杂费5万乱了套了 别着急还是给我组出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应收账款3000 坏账准备30 公允价值2900 我们开始给甲公司组模板 待应收账款3000 应收账款少了 坏账准备跟着减少 这俩的差额不就是2970 给个词叫账面价值 而我公允价值是多少 2900 你账面价值2970 那是不是公允价值小呀 所以我补一个差额是借方的投资收益多少 70 等于我把这三项给它拼透成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2900万 这么说你服气吧 没有进向税额 这2900万就是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不对 差在哪了 因为你告诉我 甲公司为该向固定资产支付运杂费 但银行存款5万 这固定资产再加上5万是2905 这是什么 假公司的 这是什么 债权人 那债务人呢 简单 消掉你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然后把固定资产清理的2300万 给它反向接转 这是非金融资产还债 如果你是以非金融资产 或者非金融资产加金融资产的组合方式还债 差额我们都是记住哪 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 到几七百 在这我们不用区分债务重组利得 也不用区分资产的处置损益 直接就把债务的账面价值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直接挤出一个差额 这不是债务重组准则的新处理吗 分路做完了 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应充减投资收益七十 看一下 这不有个借投资收益七十 投资收益是收益类在借方表示充减 没错 选项A是对的 第二 以公司应截转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两千三 没错 我应该截转 以公司应确认的债务重组收益 记住其他收益的金额七百 也没错 假公司应确认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 应该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加运杂费的2905 而他说2975错了 这条题问你正确的 显然是ABC是我们要的 正确答 那么看第三个知识点 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本来我还是作为债权人来讲 我要组出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但是我借方的金融资产是以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我将来如果组出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跟你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的差额不还是倒计的投资收益力吧吗 对 那既然是这样 我只消掉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 生成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剩下就是几差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一下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债务充足取得的以公允价值几零 且即便能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入账价值为夺手 这不是22号准则合算的范畴吗 绝不能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来作为入账价值 他是以他初始确认时自身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那咱读题 2020年1月1日 假公司与以公司进行债务重组 当日假公司应收以公司账面余额为100万 那我在这是不是可以写一个贷应收账款100万 以既提坏账准备8万 借坏账准备8万 那么其公允价值为多少 90 如果你非得要组一个数出来 没问题 那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这俩是我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92呀 没错呀 而我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90 我是不是补一个借方的投资收益2万 我这么说您老人家福气吧 福气 然后他说以公司 以持有A公司5%的股权 您又是股权 那肯定是宗股 底肠上述款项 该股权的公允价值是95 我们能不能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90来计量宗股的入账价值 不能我们是以他自身的公允价值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横杠成本 以他自身的公允价值来作为入账价值 然后他说假公司被取得该股权支付 直接相关费用4万 带银行存款 4万 这本来是95 如果再加上4万 是不是得99 好像出现很怪异的一件事 这是带银行存款 您会发现一个道理 您这99 这是94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差额 我们所说的多少 99跟94 中间差额5万 这不就一个投资收益带方的5万吗 你看 你即使拼不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挤投资收益 你这到底出的差额还是挤投资收益 借房投资收益2万 带房投资收益5万 最后是不是只有一个带房投资收益 差额3万 那既然是这样 我往后就不那么麻烦了 将来实际上 我就是把该做的分录 你看又没了 就是该做的分录给他写出来 最后直接倒计投资收益 写成带房3万就可以了 但是他没问我那么复杂 他说取得股权以后 假公司将其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铁机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资产 那不就是自身的公允价值95加4 得99选项A是正确答案吗 不用先给我拼凑成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没意义 这是我提示大家的一句话 在这儿 你投资收益是不是倒计出的就是3万 对 所以直接你把账面价值92给我消掉 银行存款的交易费用4万消掉 戒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横杠成本99 最后倒几个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里边 既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减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 戒方的 我们所说的戒方的2万 那不就数2万吗 也包括你倒几出来的差额 是戴方的5万 所以最终显示为戴方的3万 别错了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一个 我给大家讲一个第四个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话 记得不记得是公允价值伎量 没错 然后先别着急读题 我们先看看他问你什么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里边既有假公司也有乙公司 既问到债权人了 也问到债务人了 你最好像我这样把该做的分路给他做出来 那好 我们都提 2020年1月1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进行债务充足 当日假公司应收乙公司账款的账面余额是1000万 以GT坏账准备80 公允价值900 是不是先给我拼准成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对 贷应收账款1000 借坏账准备80 等于我销掉了账面价值多少 是920 而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是900 那么这就拼准成一个投资收益 借方的多数 20 我画方框的数字 是不是就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900 没错 如果没有极特殊情况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不是理解为是我付出的代价吗 我借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就是我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900 咱们接着往下读 然后他说乙公司按照每股五元的价格增发每股面值为一元的普通股150万股 并以此为对价偿还乙公司前欠贾公司债务 贾公司取得该股权投资以后 占乙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的70% 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 你要区分是同控非同控 同控我们要用备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 乘以我对他的持股比例 可能还加上少亿 往下看 他说假公司另外以银行资款支付审计和评估费用6万 同控和非同控处理方法一样都寄哪 管理费用 那么在此之前假公司和乙公司不存在关联房关系 借管理费用6万 带银行充款6万 因为站在假公司角度是非同控 花多少钱付出多少代价 计多少钱长头 没了 而乙公司呢 更简单 把债务的账面价值1000万给他销掉 但股本永远反映面值 然后您记得不记得您发行股票是每股五元 一元寄股本 剩下的4块钱乘以150万股 不就寄股本一价吗 这俩等于拼凑成功允价值 剩下的差额 记得不记得 我们所说的权益工具 属于22号准则的核算范畴 我们要计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250万是到计的 别的貌似就没有了 我们看题目 假公司 给个词是债权人 债务充足日 影响损益的金额是-20 貌似不对 影响损益的金额 这有个借投资收益20 那是充减投资收益20 是-20 您别忘了 这还有个管理费用6万 加上这个6万 等于一共影响损益是26 而这俩都是使利润减少 所以这应该是负的26吧 所以选项A错了 第二个 以公司应该将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发行股票的公允价值的差额 及其他收益错了 因为这是权益工具 要给投资收益 第三 假公司以银行送款支付的审计费 和评估费应当计当其随益 没错 借管理费用带银行送款 以公司因发行股票 偿还债务 不影响营业利润 貌似又错了 这个投资收益 不是影响营业利润吗 所以这道题是单选题 问你正确的 只能是我们所说的选项C 是正确的 第二十一章的债务重组 我就给你讲这么多 那么第二十二章 外比折算 那么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会计分路 也就是我们所说 外比交易的会计处理 一般他不会让你写分路 他会给你描述一段文字 你只要写出分路 你就能算出汇兑查额161920 都在这出题了 我们看一下 可以是考文字描述 2020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假公司以人民币 作为机场本位币 下来各项关于假公司 外比折算会计处理的 表述中错误的事 人家问你错误的事 对境外经营财务报本 进行折算 产生的外比财务报本 折算差额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所有者权益项目下 列在哪儿 其他综合收益 而他说单设项目列是错了 是列是在其他综合收益里边 第二个 资产负债表日 外币预付账款 都不用往后读 这个选项肯定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算汇兑差额的只能是货币性项目 而预付账款 预收账款不属于货币性项目 第三 为构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而介入的外币专门借款 到这儿貌似没错 只有外币专门借款 本金和利息发生的汇兑随意 在资本化期间才允许记录 所构建资产的成本 这是对的 第四 收到投资者投入的外币资本 只能按交易发生日当天的极机汇率折算 你这儿告诉我 按合同约定汇率折算 显然是错的 这道题问你错误的 显然是A B D 这三个选项是错的 那么再看2019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外币折算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第一个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 其他综合收益的外币 货币性新增资产 改个词 货币性一定是在说 宗债 宗债形成的汇率差额 计哪 计财务费用 宗债形成的汇率差额 计财务费用 我一会再给你总结一下 第二个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外币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这不就是宗股吗 宗股形成的汇率差额 计其他综合收益 没问题 第三个 期末外币预收账款 都不用往后看 它是非货币性项目 就不会产生汇率差额 第四 收到投资者以外币投入的资本 外币投入资本 与相应的货币性项目 均按着合同约定汇率错了 按照交易发生时的积极汇率折算 那这道题 那这道题问你正确的是什么 选项币 我不怕麻烦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你一定要记住了宗债 跟我们所说的宗股 有什么区别 别错 首先 公允价值的变动部分 对宗债而言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宗股而言也是记其他综合收益 第二个 对于我们减值这块 宗债的减值 它是这样做的分路 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啥 对 带其他综合收益横杠信用减值 而宗股的减值咋做分路 你这一说就露价了 根本就要知道宗股不计题减值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汇兑什么差额 宗债的汇兑差额是记财务费用 而宗股的汇兑差额 它跟公允价值的变动一块寄哪 其他综合收益 除了这个内容还有吗 还有最后的接转 肯定是其他综合收益的接转 宗债的其他综合收益 不论是公允价值变动部分 还有具体减值的部分 都可以再把宗债 终止确认是反向转到哪去 投资收益 而我们宗股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接转时只能转 留存收益 千万别错了 这块内容 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另外对于宗债 产生的应收利息 宗股产生的应收股利 他们是正常的债权 他们对应的汇兑差额 不受上边的影响 正常的给他记住哪 财务费用 别错了就可以 这是我提示大家这块内容 然后第二个知识点 是外壁财务报本的折算 先说三句话 准确的说就是两句话 第一 所有的资产负债项目 一定要用资产负债表日的 极其汇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者权益项目 你记得不记得 书上原话是这么说的 除了未分配利润之外 我们要用发生日的 也就是历史汇率 发生日的极其什么 汇率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对于利润表来说 收入 费用 既可以采用交易 发生日的 我简写好吧 极其汇率 也可以采用我们所说的 近似汇率 也就是平均汇率 第三句话 外币报表的 折算差额 在我们合并 资产负债表中 列示在 所有者权益项目下的 哪个里边 其他 综合收益里边 就正三句话 几乎年年考题 发现了吗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三句话 我们看2018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来各项 关于年度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人家问你正确的 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负债项目中 错了 是所有者权益项目中 另外是单列项目 列示不对 是其他 综合收益项目下列示 第二 资产负债表中的 未分配利润项目 是不是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超过来的 它不用折 你后边说 年末余额 按照年末资产负债表日的 极其汇率折算 大错特错 第三个 少数股东应分担的 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 列示为少数股东权益 这是对的 第四 利润表中的 营业收入项目的 本年金额 按年末资产负债表日的 极其汇率折算错了 这道题正确的 只有选项谁啊 选项C是正确的 那么再看2017年的一道 多选题 他问你 甲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下来各项关于境外财务报表 折算采用的汇率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我们读题 甲公司为我国境内企业 其日常核算以人民币 作为计量本费币 甲公司在英国和加拿大 分别受由子公司 负责当地的市场的运营 此公司的计量本位币分别为英镑和什么加元 知道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往下说 第一个 英国公司的固定资产 给个词资产 应当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极其汇率折算 他说按照购入时的历史汇率折算 第二 英国公司持有的作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股权投资 我管你是啥 是资产吗 是 就应该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极其汇率或期末汇率折算 B肯定是对的 第三个 加拿大公司的未分配利润采用报告期的平均汇率折算 错了 来源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第四 加拿大公司的家园收入和成本 我可以采用报告期的平均汇率折算 没问题 这道题正确的是BD 你让我选的不就是正确的吗 这不就是BD吗 没什么特别的 看清楚 他让你选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第二十二章的内容 我就跟你说到这